《詞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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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林凱傑 我是石桃季工作室的藝術行政 當然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創作者 當初我要參加這個不法不懈的課程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長期我一直都沒有 可以跟不同的人交談我的創作的東西 所以我才會去參加這個 不法不懈的課程 選擇語洋共舞 就是 World of Nature 是因為我看過了所有的課程 覺得這個好像比較簡單 所以我才會選擇 這個課程就是我比較能力可以所做的事情 我們的課程的指導者她是Elise Fouin 她是一個法國的新瑞的室內家具設計師 當初我要報名參加她的課程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上網去看過她的作品 我很喜歡她的作品 因為我曾經在網路上有看過她的作品 所以我很喜歡她的作品 所以我有先確認她的課會開 然後我也很想去見見她 跟她可以聊天 所以我才去參加作品 那她的作品的東西 其實她的東西沒有辦法 像一般工業設計可以大量生產 因為她的取材來自於 比如說塑膠燈照切下來的環去多登視 或是一些在學校實驗的玻璃 那種玻璃的那種 那種實驗室用的那種玻璃作品 然後去做登視 所以她的東西就是 都是limit induction 就是只有一個 或是兩個這樣子 當然她在這個工作坊的時候 她自己也玩了很多的毛線 與其說她指導 她其實也有自己去親身 在這個工作坊跟學員一起的 玩了這些毛線的東西 那她的設計 她的課程裡面 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 她就找了一個 就是在羊毛的專業顧問者 來幫她 來幫我們上了大概兩到三個鐘頭的 有關羊毛 從羊身上剪下來到 變成是羊毛製品的這個過程中 都是如何的產生 所以這個 這個 穿綠色這個就是 幫我們上羊毛製作的 怎麼來的 的那個角絲 然後她當然也拿了很多的 毛線的材料 來給大家 就是 給大家看這樣子 那 下面這張呢 是我們 在實際的那個工作室裡面的 那個工作房的那個地方 它是Papulon 那我認為呢 Elyse有故意選擇這個地方 因為跟她的設計的元素很像 所以她也選擇這個地方 來做我們的工作室的那個工作房 那樣子 然後 這個是 我們上Lecture的時候 那個 講師跟我們講的一個 的內容裡面 除了那個羊毛可以作為 織品之外 它其實在歐洲現在有一個就是 次等羊毛呢 它可以變成是房子的隔離 隔離的那個 那個材料 所以這個呢 就是她的 次等羊毛去做的 房屋的那個 隔熱或隔冷的一個材料 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講的是 我比較想要著重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 這五天以來 我們所有學員的 狀況 在創作的狀況 那因為在伊利斯跟 就是在跟大家 聊天討論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們說 那我們來用 什麼東西與羊毛結合呢 那他就說 那不然這樣好了 因為有一些學員就說 那我們可以跟 是不是固體的東西 或是說 樹枝 或是木頭 或是塑膠品 所以呢 所以大家就開始 他比較不是會告訴你說 你要怎麼做 而是你開始就是 自己去找 任何的那邊的 所有的 材料 你可以完全的 自由的使用 然後呢 然後自己開始去 摸索 但是他會來 個別跟你交談 你的東西這樣子 那這個是 我們的學員之一 是一個台灣女生 她用的就是 伊利斯說的就是 用塑膠字品 就是網字 跟羊毛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學員 也是台灣的那個 那他找了紙跟羊毛這樣子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台灣學生 然後他就是編織 就是用 因為毛線有很多的原料的方式 有可能是 一條一條的 也有可能是像棉花 一坨一坨的 那他就讓我們自己去 去發現我們想要 想要做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自己一直去玩 然後他會過程中 會一直來跟你討論這樣子 這個就是跟我一起 另外一位台灣學 台灣學院 他叫冠雲 他待會會上來 簡報 那他的東西呢 就是 我覺得在這次的過程之中 大家在做創作的時候 多少都受到自己本身 生活文化的影響 還有他自己本身學習的東西 像冠雲 他就是比較是做工藝設計的 所以他的東西呢 就是 創造出來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樹峰林 然後就是比較有跟他的 跟他的那個 創作有關係 那這個是我們唯一的一個男生 是印尼人 他是Svassim 然後他是在印尼是做室內設計的 所以他 他相對 他做出來的東西呢 就是跟他印尼很有相關的 就是他結合了藤 然後做出來的東西 就比較有事 像室內設計的東西 這樣子 那這個是一個法國女生 他叫冠雷 他 他 他一開始 他算是我們學員裡面呢 學員裡面比較有 有 就是概念的 所以他就是 做了 用了另外一種原料的東西 就是 羊毛的那個 像布置品的東西 然後 裡面放了那個 竹子 然後結合成像在草地的那個 影子這樣子 那這個是一個 這個 這也是一個德國人 他並不是專業設計 他是做行銷的 但是 所以他 就是幫他 共同製作了一個 這個燈 這個是另外一個 德國的人 他 他的 他也不是 他是已經退休的 那個 祖父 所以他就 他做的東西 也是燈具 這樣子 那他開始的時候 也是運用了很多 很多的方法 這樣子 後來他找學的方式 就是做了一個燈照 這樣子 那比較像是那個 魔鬼毯的東西 羊毛毯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是另外一個 德國人 他是 textile 畢業的 所以相對他的東西 都是跟textile 關 最後他就是找了一個 破舊的椅子 然後用羊毛做成 好像是那個 椅子上面的墊子 這個是 阿根廷的 阿根廷的女生 他叫Maria 他 其實他 是讀Fashion的 所以他的東西 都是跟Fashion有關 那這是我的東西 因為我沒有做過設計 所以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是拿 那邊附近有的樹枝 來做一些 開始就是先做練習這樣子 但是因為要剪樹枝 要剪到很多用人來 所以我後來改變的方式 就是跟網子 然後我用了不同的 不同 不同 不同方式的羊毛的材料 然後去做了一個像燈灶的東西 但是後來發現 學院裡面大家都會說 欸這很像帽子 所以這個是Maria幫我做的測試 就是做的那個示範 就是她把它當成帽子 再戴 最後我 後來我還是回到就是 比較簡單的一個元素 就是讓羊毛 讓羊毛本身 去表現她自己羊毛本身 所以我就是用羊毛去做這樣的東西 那其實我是比較想要它跟外面的產品可以結合 那其實它是一個未完成的作品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我們隔壁 就是我們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們要做Presentation 所以呢這個是我們在Presentation那天的狀況 好那第一章的這個呢 就是隔壁的Design for Life的那個講師呢 也來參觀 反正那我們的講師就是 Elise 就跟她介紹這樣子 然後最後這是我們全部所有的學員的作品 就是這樣子 謝謝 的